哈囉大家好我是Raymond雷猛子 今天帶大家一起來看一下我們精緻寫實的照片 如何來進行一個影像描圖 然後把它產生變成一個向量插畫 我們可以變成比較精緻的插畫 也可以變成像是 這是一個手作的熱氣球 這部分我們可以透過雅垂裡面的影像描圖 重新描繪然後上色加上一個框線 讓它整體的手繪感外框的邊線比較俐落一點 好那這個要怎麼做呢 好圖片先幫他拉進來之後 我們先幫他遷入 然後這上方有一個叫做影像描圖 我選擇這邊高寶真相片按一下的話 按下去之後他就會變成像這一張 他會把很多細節都描繪下來 然後他可以快速得到一個社會感 這邊的話就是高寶真 那我們現在再試一下 好那我們用一下三色試一下 那現在就開始運算 算完之後有沒有他的細節很多都把它簡化 顏色也色塊 只有三個顏色 插畫風格其實也蠻重的 那我們再試下一個 我們設一下六色讓他瞄完 六個顏色他的色塊也分布蠻明顯的 那他的字母呢就比較完整的呈現出來 我們再看下一個 灰階 基本上灰階應該就是變成黑白照 變成一張黑白照片 看下一個 黑白標誌 色塊就分兩個顏色 白色跟黑色 然後再看下一個 樹苗營 圖 就是這樣 再看剪影 會變成兩個顏色塊 顏色 但是這個部分 你最好是跟背景有做區隔 比較容易把它拆下來 對吧 然後再來 線條圖 就除了一堆線條 再像下一個 技術繪圖 變成一堆點鏈 好所以呢 這邊我 我要來使用的話 三色或是六色 保證效果都不錯 而且比較像插畫感覺 就把它一些細節去做簡化 好那我們現在這個熱氣球部分 我們這張照片的 第一個 我們要先幫他進行 去背 去背就是我們先幫他描繪一個 外框 我們要來做的 阿滴 我們要來做的 前面的小鮑 我們要來做一個 小鮑 一條的軟體 那些小鮑 我們要來做一些小鮑 用外框用个红色看起来比较明显 像这样 我描绘一个线框 这用钢笔工具去描 描绘一个线框之后呢 再帮他做一个复合路径 把这线框做复合路径 我让他把散落的物件变成一个单一的物件 然后再跟下面的照片选起来 做一个剪裁遮瑟片制作 完成一个去背对吧 去背之后呢 我再拷贝过来帮他做一个物件里面的点阵化 CMYK300白色按下确定 再帮他做影像描图 因为我上面的颜色很多 所以我给他用个16色好 确定 让他描个16色 好 描完之后再按下展开 按右键解散群组 然后把白色的丢掉 这次我就不要把它杀掉 按Delete删除 用黑色的选取工具 点选之后删除 删除之后再把它选起来 Ctrl加G 当然你上面有些颜色局部要做调整 都是可以的 可以再重新的帮他上你喜欢的颜色 好 这个好之后呢 他的边缘有点锯齿 一些破碎感 那我们现在帮他加个外框 那外框是什么 外框我们刚才不是用钢笔工具描的很辛苦 好复得出来 帮他加个外框 加个深咖啡色 视窗里面的笔画打开 当你发现笔画面板 怎么这么少工具跟选项呢 我们在右上角下拉选单 按下显示选项 并且呢 帮他在宽度上面的加图 再把它搬过来 按右键排列顺序 提到最后 然后再把它堆过来 我想要加出一点好了 那这样我的图 他就加了一个外框 我感觉完整度比较高一点 所以这部分呢 我就把我的一个 手作的作品 热气球 然后透过 Their Trader影像描图 然后把描成向亮的配色 然后是有很像涂抹 厚涂法的一个效果 这个部分就是有点阵的转为向亮 这个是比较粗糙的 假设都会觉得说 这个太粗糙 我没办法接受 那你想要更精致一点的话呢 你可以参考我们 右上角这边资讯卡 里面有一个是我们在画 苹果Airtek 它的一个精细描绘 那个教学 大家再去参考一下 因为我针对那部分呢 我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说明 那个部分就是给大家学习 一个产品 画得非常精致 那我们今天这个部分呢 只是纯粹一个厚涂的一个概念 然后又快速完成 所以我们就可以使用 自己在做调整吧 像如果描绘 那破碎部分 我们就可以慢慢去把这些破的地方把它补好 然后再加个外框 都可以试试看 以上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快速的用影像描图呢 达到一个照片 向亮化的效果 但是精致度 有限 都比较偏手绘的风格 这部分大家可以玩玩看 你可以把你之前有画的一些图 翻拍 或者是扫描 放进来之后呢 你再重新的帮它做去背 像我们这个影像描图里面 这边都可以点点看 那个效果都还蛮有趣的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跟各位分享一个 从照片呢 把它快速的影像描图 厚图色块效果的插画 对我的影片呢 觉得还蛮不错的 对你很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按个喜欢 按个赞 让更多需要的人能够看见 那还没订阅的话呢 可以帮我订阅一下 我想下一次我发新影片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收到了 好 那再麻烦各位咯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